大家好,25号,欧盟将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进行关键投票 19号,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斯基在布鲁塞尔 欧盟总部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会谈 讨论解决欧中电动车贸易争端 东布罗斯基称此次会谈具有建设性 欧盟决定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征收为期五年的附加关税 欧盟指责中国通过大公共补贴 其国内的汽车造商扰乱市场竞争 使其能够提供更低的价格 欧盟希望通过这一举措保护欧盟拥有1460万名员工的汽车工业 为了报复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 北京方面已经启动了针对欧盟的猪肉乳制品 烈性酒反倾销调查 欧盟内部研究今年7月宣布的 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临时反补贴关税 变为为期五年的永久性关税 相关建议很快交付27个成员国进行投票表决 中国商务部长温文涛此次欧洲执行 只在欧盟做出最后决定之前 为降低损失进行最后努力 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布斯基 周四在社交密庭台上表示 与中国商务部部长文文涛的会谈是否有见识性的 双方同意加大努力寻求一个有效可执行 并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电动车问题解决方案 同时强调欧盟对中国进行进口商品征税程序 仍在继续推进 顽桃周三到周四夜间发布声明 表示中国将在谈判中坚持到底 欧盟委员会即将宣布对中国产电动车 反普提调查最终结果 并准备提议对中国产电动车 在征收10%的欧盟标准汽车进口关税的旧上 再加征35.3%的永久性关税 在宣布最终裁决之前 欧盟委员会关税决定需要在10月底前 经27个成员国投票确认 目前成员国对此程序意见不一 法国对此表示支持 西班牙桑切斯9月11日访问上海时 呼吁欧盟以及欧洲欧盟委员会 重新审视其立场 并提议通过谈判解决该问题 德国也持相似立场 反对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 德国副总理哈贝克周二 在柏林与王梅涛会面后表示 我们希望避免陷入关税的 螺旋上升的贸易战 这最终对双方都不一 德国的强大汽车工业 在中国全球最大市场占有重要地位 德国担心贸易冲突 为其带来负面影响 现在最新的消息 截止20号 德国的经理人杂志 用建设性对话形容 中国部长王文涛19号 对欧委会副主席 东布罗斯基之间的最新会谈 报道声解决 欧盟和中国之间关于电动车 惩罚性关税争端前景正在改善 双方的初步讨论显然是有希望的 路透社20号也称 欧委会表示 欧中同意加大努力 避免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 加征进口关税 并可能重新审查此前被欧盟 否决的最低价格承诺 商务部消息王文涛19号上午 在欧盟总部会见东布罗斯基 就欧盟对华电动车反补贴案 进行全面深入建设性磋商 双方明确表达了通过磋商 解决分歧的政治意愿 一致同意继续推动价格承诺协议谈判 全力致力于通过友好对话磋商 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结果 欧洲新闻台19号也报道 欧中周四磋商 罪人注目的进展是双方承诺 重新评估价格承诺选项 价格承诺是一种贸易工具 企业可以据此提高价格和控制处数量 以避免反补贴关税 我自己涨价 8月24号 中国业界欧盟调查程序时 那么提出了价格的承诺解决方案 充分考虑欧方诉求 展现了最大限度灵活性 你对我家人关税的钱是收到你欧盟 那我要对你进行报复 最后我也把你的钱收回来了 你收我的钱 我也收你的钱 那最后咱们打贸易战 那这样的话 既然我从你这也收了钱 你从我这也收了钱 咱都别收钱 不打贸易战 我把价格提高 叫最低价格保证 就我中国电动车卖到欧洲 有一个最低价格 是有限价的 就是你欧洲老百姓 你买不到实惠的电动车 不要怨我中国 因为你欧洲委员会 要求我必须卖这么高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贸易战了 你不就说我们东西卖的便宜吗 充分考虑了欧方诉求 展现灵活性 但欧委会新发言人9月12号称 中国基电商会和所有电动汽车生产商 提交的价格承诺解决方案 未达到要求 欧方打算拒绝相关价格承诺申请 商务部长远赴欧洲 与欧盟方面再次展开磋商 法新社说 中欧双方的磋商后 东布罗斯基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表示 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的会谈 是富有见识性的 双方同意加大努力 寻求一个有效可执行 并符合世界贸易规则 电动汽车问题的解放 欧洲新闻台认为 中国致力于解决电动汽车贸易争端 但由于分歧明显 而未能取得突破 不过鉴于双方承诺加强谈判 因此希望仍在 布洛塞尔将为中国汽车制造商提供 为其产品设定最低价格的新的机会 欧盟27个成员国将在9月25号举行投票 决定是否将7月初 对中国电动车加征临时关税 转变为为期五年的永久性关税 但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 版18号报道 三名欧洲外交官表示 欧盟原定于25号举行的这次投票 已经取消 目前没有确定新的投票日期 看来双方还是在谈 所以这个投票日期被推演了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 孙小红20号接受环球时报采访 说在中方始终秉持最大诚意 再次赴欧磋商 欧盟由之前打算拒绝中方提出的价格承诺 转为同意推动这一谈判 向外释放了一个积极信号 孙小红认为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 是互利共赢 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带来的后果 不会使中方利益受损 不但会使中方利益受损 也不符合欧洲利益 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欧委会在调整政策立场上 也会展现一定的灵活性 不过路透社报道 东博斯基宣称 欧盟反补迭调调查 是以事实为基础 旨在允许竞争和公平的竞争环境 同时强调 欧盟对中国进口商品征税的程序 仍在继续推进 中国商务部在19号深夜发文 提出中方敦促欧方 切实落实中欧 法三方领导人 关于通过对话习商 妥善处理经贸摩擦的重要故事 采取积极行动相向而行 如果欧方执意 实施不合理的征税措施 中方将坚定做出必要反应 维护企业正当权益 虽耀宏认为 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欧盟绿色转型目标来看 欧盟没有理由 不与中国进行合作 这也符合双方的共同力 中方当然希望看到 通过对话磋商 形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释法 但是目前仍无法判断欧盟的最终选择 虽然老公说无论结果如何 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 一方面以最大诚意与欧盟进行磋商 另一方面如果欧盟一股行 直系加征关税 中方也会采取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方核心利益 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两手准备我都做好了 谈我们可以先家 咱们不打贸易战 对双方都有好处 如果你这个都不能接受 那就不是冲在价格去的 就是为了制裁中国而制裁 大家就心照不宣了 既然你就是要打贸易战 中国也奉陪到底